沒有什麼問題 直接先把模擬器給叫起來 然後再來按右鍵執行為Android application 這時候他就會幫你compile成Java點 有沒有本來是Java變class 然後呢再 把它打包成一個叫APK的檔案 然後再傳遞到那個模擬器裡面並且幫你把安裝起來 裝起來之後的話那各位可以看到就類似像這樣 就丟過來 其實還蠻流暢的如果用2.33的版本 然後呢當我按一下確定的時候會觸發什麼觸發這個事件 對點下去 你按一下按鈕 這樣就ok了 所以基本上他事件處理 以後任何元件 他以後